Lexus LX 車系從2002年登陸寶島台灣後 強大馬力輸出及Offro功能一直升值人心 隨著2016年式LX570的登場 它的魅力也再次席捲豪華SUV市場 LX570外觀 在粗廣線條裝點下 同樣換上了家族DNA的紡錘型水箱護照 配上L-Shape設計的LED燈具 讓整張臉譜散發著霸氣沉穩感 來到車內從木紋飾板皮質環繞式軟墊 到前後座顯示螢幕 會乘坐舒適大大加分 當然不得不提的還有LX570的強大性能 我們在護衛行駛的時候 一定要需要一些比較大的馬力 來做一些爬坡 或者是一個像這種零道的一個行駛 我們這次LX570它有高達367匹的一個馬力 還有54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這樣的動力性能 可以讓你在不論是4G的行駛或者是越野的一個路況 都很能夠輕鬆的一個駕馭還有一個操控 同時它也搭配了我們這次特別升級的8速手自排變速箱 還有一個Driving Mode的一個多種駕馭控制模式 讓你在一般道路行駛或者是戶外這種越野路況來講的話 能夠各得心應手 另外整合包括PCS預警式防護警示 和LDA撤到偏離警示等系統的LSS Plus主動式安全防護 同樣被列為標配 配上Pro Control智慧型越野環境控制 OTA智慧型轉向輔助和FTM環境影像系統等 讓LX570在安全前提下更能勇於挑戰險峻地形 這次除了新車發表外 核泰更同步宣布Lexus台中營業所正式啟用 裝潢採用方針與直線等設計元素 外加寬敞明亮的空間 凸顯Lexus低調內斂的設計風格 更為中部民眾提供了舒適的賞車空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